最近中國大陸解放軍有沒有 好不容易進行實彈軍演 對不對 終於實彈 以前都是在開打電動玩具 現在東部沿岸 進行這些軍演的時候 都要夾擊台灣的南北兩部 對不對 你看馬英九馬上又提出他的說法 他說蔡英文總統 是把國家推到戰爭邊緣 他說聯美抗陸對不對 你自以為你是下棋手的 你是棋手 未來恐成為棋子 被拋棋的 棋子就是說你拔輸了 整盤都輸了 我只把棋子丟掉了 沒有辦法被吃光了 那怎麼辦 他覺得台灣是棋子 這個時候你看這個 官媒的環球時報有沒有 也開始講 台海局勢已經入最高危險階段 對不對 綠衛台獨妄念 對不對 一步步成美國棋子 一個講棋子 一個講美國棋子 這是不是互相輝應 所以我都常常講說 人家難怪會覺得說 你這是木馬屠城 真的 你就是把中國大陸的那些思想 那些唱衰失敗主義 全部帶進來台灣之後 就是要拖垮台灣的內政 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馬英九 你在這個時候 跟對岸這樣互相輝應唱和的話 難怪人家就覺得說 你到底是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內應 真的 那我們現在講清楚 現在美國今天國王部要發布 對中國的整篇的一個文章裡面 沒有發現中國 那個美國媒體最近稱呼習近平 以前會稱他叫president 對不對 現在他稱呼他什麼 你知道他現在叫他general secretary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黨主席啊 他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我現在中國跟中國共產黨 要開始分離了嘛 對不對 而且他這種稱呼的用法 是告什麼你知道嗎 他不配合 他不值得稱呼叫做president 因為president在西方國家裡面 是民選總統的意思 民主總統的意思嗎 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你習近平 統治中國的那個什麼 正當性是受到質疑的啊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既然這樣 他要把習近平的地位往下拉之後 那為什麼臺灣還有一堆人 還要跟中共在唱和 我們一直講說 美國最近的很多種種動作 是在探測中國的底線 對不對 可是美國測了之後發現說 哇你的底線深不可測 到底你什麼時候才會輪不到 我就一直講說川普 一直要求一戰而不可得 你看最近很多事情 包括那個瑞恩無人機 進駐東沙跟太平島 他已經告訴你說 這在南海布局嘛 就是我昨天有講過說 他如果再搭配上挑戰者650的 那個機型的話 這表示這個陸軍的偵察機已經開始 他是不是要躲倒的概念 想要躲倒進行戰略躲倒 那接下來臺灣現在 你以為臺灣真的是像他們講的 唱衰說打一天就倒了嗎 怎麼可能我們現在F16戰機 進駐澎湖呢 那我們有沒有應戰的準備 當然有嘛 大家也知道這個局勢不一樣 以前澎湖馬宮的那個軍機是什麼 是經國號戰機啊 那為什麼要改成F16 很簡單 因為經國號戰機啊 秋冬季節澎湖的風大對不對 我們逆風飛行的話 因為經國號戰機比較輕 他的起飛降落過程之中 危險性比較大 所以改進駐F16戰機的話 那就表示說我們現在就是告訴你 不管秋冬季節 你中共的話我們在澎湖已經第一線 要防禦台海的領空 而且在澎湖這個地方進駐F16 有一個最好的方式 有個最最主要的意圖在哪裡 你只要在中國大陸的飛機一上來之後 我們澎湖就可以給你致命迎敵第一戰嘛 對那臺灣本島是不是增加了好幾分鐘的時間 人家講說六分鐘對不對 六分鐘我們的第二批戰機 就可以準備升空啦 所以我們第二波的迎敵嘛對不對 而且現在國防部今天也硬起來 告訴你說 一旦有共機進入我的防空識別區啊 我們如果我方進一步 遭受明確威脅的時候 才評估行使自衛權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今天飛機 如果兩架嫁來這裡 我到底是要投奔自由 還是要怎麼搞不清楚對不對 那你如果來這邊逛一逛 用藥口罩或幹什麼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來飛的話那就算了 可是我們的雷打跟偵測 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你在中國內陸的機場 有沒有機群在準備要升空 要往這個方向飛嘛 如果你飛出你的大陸的領土的時候 是往著臺灣這個方向來的話 我就知道說你要來侵犯臺灣啦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行使智慧群 就是我直接就把你飛機打下來啦 就你準備好的意思了啦 不能夠等你 而且我們地面的防空飛彈 也要準備嘛 對 所以我們的空軍將領就講 臺灣的防空飛彈部署 密度是全世界第二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難道這些防空飛彈 卡牙是玩具 放假假假假 對啊 把我當塑膠 所以一旦這些防空飛彈 一啟動的話 像上次我們那個先時 先時一來的時候 我們地面防空飛彈 又鎖定你 又啟動追蹤你 就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足以保衛臺灣的安全 那你看臺美中這三架飛機 我們漢翔的Axtra的噴射機 還有那個挑戰者650有沒有 他在升空在這個地方 第一次有臺灣的飛機 跟美國的那個偵察機在一起 就告訴你說 我們建立了一個防空連線嘛 我們這個資源可以互響 我覺得偵測到什麼東西的話 可以馬上分享給臺灣的那個偵察機啊 對不對 那是跟你說我現在要連線啦 所以這個舉動這麼清楚的時候 你還跟我說美國不會來 對啊 叫不到美國 美國不是就在你的周邊嗎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 美國難道不會插手嗎 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不要再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而且這次最明顯 你這次 中國大陸在進行一個軍演 實彈軍演對不對 美國的U2直高空偵察機 竟然闖入他們 北部戰區的實彈演習的進飛區裡面 我這飛飛兩隻飛到你頭上來喔 這次是真的飛到頭上來喔 而且是演習的進飛區喔 演習中間喔 對啊 那我就告訴你說 他這次為什麼派U2 對不對 他們現在有人造位有衛星嘛對不對 還有無人偵察機嘛 為什麼要派這個老闊闊的飛機來 對 這個已經服役五十幾年了 可是人家老公老真好捕頭刀你知道嗎 他這個高空經過他們的那個人工智慧還有二次升級之後 U2偵察機為什麼五十幾年來不退役 表示有他的能力所在嘛 你知道他的高空飛行可以飛到多少 最高極限可以飛到兩萬七千公尺高空 一般飛機是沒有辦法飛上去攔截的 一般地面火炮跟炮彈的話是打不到他啦 而且你知道嗎 他上面偵測的裝載的這個照相機有沒有 他在這麼高的高空 用零點八馬赫的速度飛行之後 這樣繞過一圈之後他拍下來的照片是 地面上五公分的東西都可以拍得清清楚楚 地上五公分的東西都拍得到喔 所以就跟你講說他為什麼這麼老的貴 在補頭刀就告訴你說 因為他有他的能力在嘛 雖然中國大陸曾經有過紀錄 大家記得以前我們臺灣有個黑貓 中隊跟黑蝙蝠中隊 對有五架飛機被中共打下來 對中共到目前為止不敢公布說 他是怎麼打下來的 毛澤東還很囂張的跟人家講說 我們是拿竹竿把他捅下來 最好是所以這次YouTube偵察機 這個是新版的 他已經升級版之後 他有人工智慧化之後 他現在擅闖這個高空的話 拍攝你這個地面 所有的地形的話 當然環球時報 我前幾天不是一直講說 飛機來你也要講一下 你到底抓得到抓不到 你到底知不知道嗎 環球時報馬上講說他知道了 所以你美國你不要低估解放軍 這次真的看到了 對啊 莫將自己的艦機跟軍人埋葬 在異國他鄉而後悔 口氣好大 口氣很大 停級了四五天 我那天講說你有拱在叫囂看看 真的停了五六天之後他現在又在叫囂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是中國網友唱衰你自己 真假 你在拿竹竿捅捅看 看能不能把他捅下來對不對 中國網友講說真有拿本事就把他打下來 你敢不敢 真的都飛到你頭上 進飛區還不打下來 而且那個還有網友講說窩囊 美國就算成了你不敢打下來對不對 否則這種飛機飛到這邊來 你真的有本事的話 真的打打看嘛 我就跟你講說 所以才會外交部在告訴你 他們的官媒告訴你 美中台都不應該開第一槍對不對 他會怕有怕就好對不對 可是我說實在話 他們做這些軍演在幹什麼 我一直在強調說這就是大內宣 你總不能讓中國 你看中國人網友都這麼多的唱衰 你不敢打啦 對啊對不對 那你再不做一些大外宣 安定一下民心的話 你覺得老百姓會不會造反